蜂蜜花 比赛接下来的四局 看起来战况还是相当的难料 这场比赛是由名球名杨清荣 杨教练 还有我蔡明里 还有我们的转播团队 今天是到了台东来为大家来服务 现场虽然是两点钟的比赛 但是也非常非常热闹 明后两天也继续将在台东 两点钟来进行第二站跟第三站 也希望都能够有像今天一样 比较稳定的气候 让这个比赛都能顺利地进行 明后两天比较不一样的 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您是透过有线电视 收看这个放米花的观众 明后两天将是在 韦来娱乐台为大家来直播 第二站跟第三站的一个 地主队的比赛 也特别提醒大家来注意 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五局 双方的一些精彩的攻守的画面 同时也请姚老师 做一个中场的分析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 奇力珊瑚的先发拖手王振昊 王振昊今天在投球方面 投了四又三分之二局 那基本上整体来看 也就是说他对主城采判的好球带 有一点适应不良的情况 也就是说今天的主城采判 比较不喜欢低球 然后今天他的快速球 四风线的快速球 压得都比较低 所以有一些比较能够化解危机的情况之下 都因为主城采判对于这个好球带的喜欢度不一样 造成很大的伤害 不过这个就是王振昊自己要去学习的 我们知道主城采判 他的一个好球带是固定在游走 那在这种情况 投手适应的能力就要提高 那至于汤允瑞这位投手 当然前五局而言 事实上第二局下半是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就没想到震撼里教练出来 讲一讲的 还是用门还是用鼓励的 不晓得是哪一套 然后讲完之后 效果蛮不错 很快三个出局之后就被他拿掉了 所以这也就是汤允瑞必须要去注意 注意的地方我是认为 垒上有人控球方面 跟垒上没有人的控球方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落差 还有汤允瑞就是固定式的投球 时间太长 这一点对他未来在投手的对决方面 尤其垒上有跑垒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应该是好好的再调整一下 缩短他的固定式的投球时间 才能够提升 那个捕手的阻伐率 也让跑垒也没有那么轻易的倒垒 那今天在守备方面 我是看到崇岳的左外野郑凯文 那打得非常深远 都有形成二雷安打的那些 那个情况 他能够顺利的把球回传到二雷雷包 那甚至防止跑得远攻占二雷雷包 所以守备的站的位置 传球的背力准度 却也值得喝彩 这场比赛是这次棒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的首度移师到台东来进行的比赛 那也是台东的这个地主球队在江青富老面前所展现的第一场的赛事 明后两天也同样是在两点钟 将继续地在台东的第一棒球场来进行的三连战的第二场跟第三场 那这场比赛目前紧急地要进行到六局的上半 那投手方面呢 在奇力三合的部分呢 先八投手是王正浩呢 投四右三门之二局就退场 之后呢就交给了这个左投马俊威 那马俊威呢也在第五局啊 把这个危机呢给化解掉 那在崇越准英的部分呢 则是在前五局啊 这个虽然都有一些危机啊 但是让先八投手呢 唐允锐呢 是完成了前面五局的一个投球 这边是在前面五局的一个投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